你看臭宝这是啥 嘿嘿 老花说这是啥 这朱顶红截了种子 就是老花一跟大家说的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朱顶红为什么说可玩性那么高呢 就因为它可以杂交 它可以出种子 咱们自己玩你不用管那些 你想怎么杂交怎么杂交 想跟什么杂交跟什么杂交 只要是截了种子种出来 它就是惊喜 咱就不用一个伞的去杂交了 你让未来以后这个123456 至少要截六个种子以上 所以说呢很好玩啊 嘿嘿嘿 老花一你这是来干的 那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呢 他不是说每一个都会接种 你看这个就受粉成功了 这个会接种 你看我们这个就没受粉成功 这个就不会接种 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事呢就是 它接种之后呢 关于水肥啊 你也要做一个充分的管理 这个叶子刚刚生长啊 种子也在结 它只会缩球 你看我这个球呢 现在已经缩进去好几成了 就是它会吃掉它自己的洋葱表皮啊 这朱顶红啊都不是洋葱 它会把自己的营养来吃 就像我前两天是收到的那种 他们寄养的猪顶红 有的都这么大一点 都被吃完了 然后根系也没长 所以说你一定要检查 你看我们这个轻轻一拿就能起来 说明了根系已经生长了 但你种下去 不要天天拿起来看 起码要有一个月左右 至少要一个月以上 你让轻轻的拿一拿 你感受一下 有根了 你就别拔它了 你永远都不要动了 你这样 轻轻一拿能拿起来的那种 那说明没有根 那你要处理一下根盘 再弄一下了 比方半个月之后的 都养了差不多半个月了也不长 那你就要削一下了 这样削 它根盘很厚了 它不爱发根 那么结出来这个种子呢 一般是在明年才会成熟 你就等它自然脱落 自然干枯就行 然后你就收集下来 然后又可以种 又可以去种 好吧 关于这个种子 需不需要低温催化一下 这个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你最好是弄出来种子之后 你留一半去放到冰箱的上一层试一试 留一半去种 因为我没有种过种子 咱有什么说什么 有话说你也不请教请教别人 这个你请教也没用 只有靠自己实践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就是朱顶红的一个育种 我问你怎么瘦的粉 我们就是自然拿着那个毛笔 拿着所有的花粉过来蘸 我们也是纯属杂交的玩的 万一明年出来那种杂交的新品种了 我就会繁育一部分 但是你在从种子 直到批量生产至少要五年 最快也要三年 所以说呢育种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说在这里呢 致敬所有的这种育种的大师们 咱们国内的话 目前越级行业里面就天狼 好像其他人都不再研究一些育种 因为周期长回报慢风险高 希望大家对于花卉原液行业呢 给予最大程度上的理解和支持 因为咱们中国近代史 才七十多年 对吧 所以说原液呢 是刚刚刚刚刚兴起的一个阶段 不要盲目的从洋媚外 也不要盲目的去打击 也不要盲目的去支持 保持一个理性客观的态度去观看 养花给人带来不一样的心情和快乐 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华一 养花最转意 我来说吧 喂 嘿嘿 嘿嘿